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生气算我输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第五个故事 用人 也就是打扫公寓的保洁大妈 故事还要从胡子大叔搬来之前说起 这天保洁大妈在清洁的时候 遇上了来收拾女主遗物的父亲和管理员大叔 两人走后保洁大妈就溜了进去 又是送金又是摆蜡烛的 似乎在做什么法术 没过多久 贩卖员小油的阿姨也来到这个房间 我们就叫她范大妈吧 原来两人有一个共同的癖好 那就是拿死人的骨灰 来获取下一期的彩票号码 另外劝各位小伙伴 电影都是虚构的 千万不要学习 冒险贪财之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几天后 两位大妈又去拜访了大师 然后得到了骨灰 准备去女主的房间 再做一场法事 获取中奖号码 但是管理大叔却说 已经有人住了进去 保洁大妈和范大妈就开始吵闹 管理大叔没办法 只好撒谎将胡子大叔骗下了楼 两位大妈才有机会进入到房子里 但是关键时刻 范大妈突然害怕了 于是借给保洁大妈放风为由 留在了门口 只有保洁大妈一个人进了房间 随后 范大妈又不厚道的将女主爱吃的饭菜 挂在了门口 丢下保洁大妈就离开了 而这个时候 保洁大妈还在屋里做法 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同伴 已经弃自己而去 没过一会儿 胡子大叔回到房间 发现了门上的饭菜 于是开门进房吃饭 而保洁大妈也晃动了自己娇小的身子 躲进了阳台 就在胡子大叔进卫生间呕吐的时候 保洁大妈在阳台上看到了女主的鬼魂 吓得急忙跑进了电梯 带着涛哥解说这么多恐怖电影 总感觉在电梯里 鬼的实力会有buff加成 所以保洁大妈就在电梯里 被女主的鬼魂给吓死了 讲述了这么多人物 我们来看一下女主的母亲 也是第六个故事 孩子离世 当父母的肯定是最伤心的 女主的父亲将女主的遗物搬回家后 母亲就怀着悲动的心情开始收拾 直到拿起女主和阿光的结婚情帖 望着那张情帖和阿光的东西 女主母亲决定去找阿光 让她参加属于女主最后一页的葬礼 阿光答应了 在葬礼的最后 女主的母亲想留下来陪着女主 于是劝女主的父亲先行回家 没过多久阿光出现在葬礼的现场 但是刚到现场没多久 阿光就被一个壮汉打倒在地 慢慢转身发现 原来是受女主的母亲指使 阿光祈求女主母亲放过自己 但是迎来的却是被壮汉打晕 并将她和女主放在了一起 女主母亲也算是圆了女主最后一个心愿 天下的父母都是为了儿女着想 为了他们 父母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 这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但是以这样的方式为自己的女儿报仇 怕是会招来警察 使得自己也身陷其中 劝告各位小伙伴 有什么事情一定要找警察解决 千万不要走上犯罪的道路 接下来是第七个故事 新郎 因为女主住的那个房间 已经变成了凶宅 所以公寓的人提议 为女主找一个明婚的新郎 但是关键时刻 那位明婚的新郎 临阵逃脱不敢来了 于是一直喜欢女主的阿涛提议 想代替那位男子和女主明婚 而法师也答应了 随后法师就为女主和阿涛明婚 一起切蛋糕 带婚戒 入洞房 似乎和真的婚礼一样 明婚当天 公寓所有的人都来参加 就在阿涛进入到洞房的时候 眼前浮现出 女主生前和自己打勾时的美好画面 然后两人相伴 进入到公寓的房间 因为女主的死 女主的父母一直无法从悲伤中走出来 每次吃饭 都会为女主准备饭菜 使得后来出现幻觉 女主的父母去看女主遗物时 总会看到女主就站在自己的身边 女主父亲知道不能再这样嫁去了 于是准备将女主的遗物烧掉 刚好这天有位长发警察 找上门说想和两位老兵 也就是女主的父母谈一谈 这也是第八个故事 女主的父亲答应了 准备去找女主的母亲下楼 但是女主的母亲 似乎陷入了悲痛 越来越深 抱着女主的骨灰 开始哭泣 女主的父亲再也受不了这样的痛苦 于是用枪将女主的母亲打死 而自己最后也自杀了 最后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长发警察 也是老探员 故事背景还需要回到女主父母 还没有离世的时候 这老探员日日以酒相伴 直到小胖死的这一天 老探员接到上级电话 说小胖死的时候 监控录像有点问题 需要去查看 老探员服从命令 回到警局 刚准备倒一杯酒查看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录像里的异样 在小胖死前 似乎女主的尸体掉落在了车的前面 与此同时 小胖的手机响了起来 老探员接起电话 却听到了异常刺耳的声音 等到电话恢复发现 小胖死前通话最多的就是阿光 老探员判定阿光并没有死 于是决定从阿光着手调查 老探员相继去了阿光的公司和住宅 都没有找到阿光的踪影 于是就找到了女主的母亲 并打电话告诉他 阿光可能还活着 女主的母亲就要求想见阿光一面 老探员没有答应他 也没有不答应 天亮后 老探员去喝酒的时候 接到了上司的电话 得知小胖是新娘的朋友 老探员觉得事有蹊跷 于是当天晚上就去了女主的葬礼现场 看似十分平静 但是平静的背后 总会有一些汹涌的事情发生 老探员在棺材的旁边 发现了一些血迹 但并没有多逗留 就离开了 紧接着 第二天就参加了女主的葬礼 而且亲眼见证了女主父母 打开棺材时的神情和举动 探员顿时觉得 棺材里不止一副尸体 里面应该还有阿光的尸体 急忙上前请求女主父母 将棺材打开 但是被女主的母亲拒绝 老探员因为没有搜查令 只好离开 而自己的猜测 也没能得到证实 在涛哥看来 这个女孩最后就是亡死了 为了一个男人 真的值得这么做吗 既然不爱了 那就好好生活下去 还有什么比活下去更重要呢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呢 好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搜搜看 我是涛哥 如果你有想看不敢看的电影 就私信告诉涛哥吧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电影 喜欢涛哥的就订阅我们吧 但一定要记得转发哦 福利到 好多小伙伴反映 找不到小涛所解说电影的资源 现在微信搜索小涛解说 关注公众号 回复电影名称 就可以获取高清电影资源 到这里 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